小朋友们上课啦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道思考题 这种题型啊 从三年级一直考到六年级 不一样的是 有可能整数变成了小数或者是分数 那其实解决方法都一样 一起来看一下 小马虎由于初心大意 把30乘方框加3的和 错写成了30乘方框加3 也就是括号被他写漏掉了 那么他得到的结果 与正确的结果相差多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首先我们先把这一块抄下来 30乘上方框加3 那么我们是可以运用乘法分配率 给他打开的 乘法分配率 我爱爸爸 我爱妈妈 那就变成30乘上方框 加上30乘3 再把这一块算出来 那就变成30乘方框 加上90 同学们观察 这是应该要写正确的答案 而这是他写错的答案 那你看30乘方框 这也有一个30乘方框 它们俩是一样的 对吧 抵消掉了 那么本来是90的 被他写成了3 那么相差多少 就用90减掉3 相差的就是87 好 那这道题啊 其实也可以用带入特殊的值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框 带成0试一下 把这个方框带成0 然后特殊值求出来 看看相差多少 答案也是一样的 同学们 你学会了吗